关于世界有千万种说法 而我的世界是即刻出发 加强海外移民 拉近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北美免费咨询热线 1844-200-3388 根据安大利费省政府 11月16日公布的数据 当日全省新增确诊新冠感染人数 为1487例 连续11天超过1000人 同时加拿大当日感染人数 排名第二的魁北克省 单日新增1218例 曾经的抗疫模范 大布列甸哥伦比亚省 如今也沦为了重灾区 不断破纪录 安大利费省长表示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他不排除采取关闭全省的措施 联邦政府以及安大利省的卫生官员都强调 为了避免新冠感染人数失控 这个圣诞季节的商场购物和欢乐活动 都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安大利省的新冠感染人数 今年8月曾经下降到每日100以下 然而进入11月份以后 新冠疫情第二步来临 每日的新冠确诊人数 却高达1000以上 连续创下新高 有医疗机构预测 如果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到12月中旬 每日的新冠确诊人数 会上升到6500人 凤凰卫视腾中秦祖克勤 多伦多报道